大家好,我是阿昌 今天還要跟大家說一下如何滾漆 首先,這個正常開雨膠 滾漆就可能開一成碎左右 略為稠一點 我們不會整個滾漆浸進去 都是這樣欺負面 在板上轉一下就算 就是這樣點 有一點油 因為整個滾漆浸進去 中間的滾漆浸進去會有太多油 所以你會滾得很厲害 而且你看到我們香港師傅 是不會用那些外國的油漆盤的 因為那個盤操作起來是很麻煩的 一隻手拿著 以及能夠放到糧油膠 我用這個小塊小的 我用這個四吋的搶子輪子 輪子一幅大長 用一個六吋輪子 然後用一個五卡桶 當然是快板換回快闊一點 這樣才是做事的 我今天要滾漆的範圍就是 這一幅牆 這幅牆是之前做的 但因為它有個人的關係 要留在門口 現在封了門口 現在要滾漆浸進去 因為要剩下罐漆浸 只剩下一升 所以用淺色油 先滾漆浸進去 去節省油 還有我們滾漆浸進去 就這樣一下 一下就算了 保持油 長身是很濕潤的 有些油在這裡 當然你又不要濕到 滾漆的階段 對了 你滾完第一行 我會向前移一點 因為你會見到 它這邊 可能會左右 撕了一點出來 你只要回前一下 去修一修 對 自己不懂滾漆浸 會怎樣滾 不懂滾漆浸 就是這樣 然後不停地 越滾越大幅 就是這樣滾漆浸 這樣你會見到 那些滾漆 是比你一筆一筆更大的 還有含有量是不夠的 含有量不夠的話 那層漆浸 它的保護性能就比較差 而且你看下去 就是我們降開的那一句 叫做不夠肉 對 所以這個最好 輕輕 就是我這樣拉 我都 拉一拉 再拉一拉 再拍它 然後點一點 有 對 還有滾漆的速度 不要很快 一快 那些滾漆浸 又是很熱的 就是這樣 當然